民眾湧入刺青殿 烏克蘭西部大臣利維夫 有學生將烏克蘭軍機聞上身 今年烏克蘭英雄是如何奮勇抗敵 刺青師說 象徵自由和主權的烏克蘭國旗 藍黃代表色最熱門 民眾用文聲表達支持 刺青師則是捐出所得的七成給軍隊 希望能夠激勵士氣 相較其他城市平靜的利維夫 山與玉蘭 在開戰前距離波蘭邊境 僅70公里的利維夫 俨然是西方國家眼中的烏克蘭新首都 將使館紛紛搬到這裡 如今傳出莫斯科 策反買通烏克蘭人做內應 擔心間諜就在身邊 利維夫也是人人自圍 這名男士只是因為護照上 有一枚俄羅斯蓋的戳印 被懷疑是內應 就連記者也不放過 當地人說的確看到可疑人士出沒 官方指出過去25天就有127人被逮捕 多數是烏克蘭公民 其中滲透組織就有14個 擴大掃凳就怕情報破口失了重要軍機 TVB的新聞正好報導 公寓大樓起火冒煙 還聽得見心碎哭喊聲 烏克蘭馬里乌波爾被俄軍炸得千瘡百孔 舉起點名美國和法國總統 這位馬里乌波爾警官 就站在一排破碎房屋前 渴求西方提供更多防空系統和武器 因為俄羅斯飛彈火箭 連續好幾天無差別襲擊 最新衛星照片也出爐 畫面中的就是本周被炸毀的馬里乌波爾劇院 空氣當下上百人躲在裡面 死傷人數到現在都還沒釐清 馬里乌波爾居民形容 市中心早就面目全非 馬里乌波爾幾乎疑為平地 大難民往西北逃到炸波羅熱 但這裡也是俄羅斯空襲目標 當地進入38小時宵禁 警告民眾別出門 英國國防部最新戰況報告評估 俄軍地面部隊奪程進度實在太慢 接下來針對各城市平民的空襲轟炸 恐怕只會越來越頻繁 DBS新聞綜合報導 美智彈簧刀無人機 右撐神風無人機 機首搭載彈頭撞擊目標就可以爆炸 美方宣布要支援給烏克蘭100架 抵抗俄國攻擊 另一款地面作戰反坦利器 也將援助5000套 84 is an 84mm unguided anti-armor weapon manufactured by Swedish Samboffers Dynamics It was the first anti-tank munition especially designed to employ enhanced lethality against armored vehicles AT4反裝甲火箭彈 單兵攜帶方便 大約只有8公斤 操作簡單 無後座力 發射完就可丟棄 是世上最普遍的反戰車武器之一 台灣陸軍也有 瑞典也願意提供給烏克蘭 其他像是立下豐碩戰果的標槍和針刺飛彈 美方也陸續提供給烏克蘭加強戰力 但對他們來說 最想要的還是這個 烏克蘭空軍戰力與俄國不成比例 急需飛行員可熟悉的俄系戰機 雖然波蘭願意給彈送交方法 仍然逃不過外交問題 烏克蘭空軍它的有生戰力 可能被殲滅的大部分 誰把飛機開進烏克蘭境內 這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這四頭對俄羅斯的宣戰 德倫斯基頻頻喊話 除了戰機卡關外 自己有的S-300防空飛彈也需補充數量 斯座伐克願意提供 但怎麼運送 還沒敲定 烏克蘭有保家衛國的決心和毅力 武器缺乏是大問題 更是和大國不一間的領導難題 TV的新聞 女朋友 台北 三馬道 烏克蘭總統德倫斯基對俄羅斯喊話 希望雙方展開會談 也警告 若不停戰將面臨難以復原的損失 另外他也呼籲俄國民眾要支持反戰 在瑞士國會外的廣場 不少人聚集 因為澤倫斯基利用視訊發表談話 譴責當馬利波被圍困之際 仍照常營業的企業 點名了瑞士銀行和雀巢 不過雀巢其實曾捐贈商品給烏克蘭 但澤倫斯基還是希望 各國企業中止於俄國往來以達到更多制裁 他也呼籲瑞士銀行要凍結克里姆林宮 高層擁有的資金 看現在 看現在 出現名示威者聽著德倫斯基被翻譯成德文的 9分鐘演說 儘管一度因為技術問題 影片中斷也不解民眾支持 德倫斯基用視訊向各國演講尋求支持 接下來在台灣時間21號凌晨 他將登上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說 到時候以色列總理和外交部長都將出席聆聽 烏俄兩國多次談判之後 還是沒有達成停戰協議 反而讓美中再次交鋒 大陸官媒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在討論 美國在烏克蘭資助危險生物實驗室有安全疑慮 雖然美國聲稱沒有這回事 但敏感時機 央視新聞報導卻只放了俄國代表批評 以及大陸代表綁強畫面 大陸代表認為要美國澄清這件事 不是過分的要求 不應該雙重標準 這樣的言論就讓外界質疑 是不是太輕惡 就連人道協助從大陸官方說出來 都被做文章點了掉 中方向烏克蘭方面提供的是食品 兒童奶粉 睡袋 棉被 放巢電 正急需的人道主義物資 而美方提供的卻是致命性武器 能不能活下去都是問題的 大陸還是認為人道物資比武器 更重要 這番言論讓烏克蘭女副總理在臉書怒嗆 俄羅斯人正在轟炸烏克蘭的住宅區 我們需要的是防空系統 大陸到底在說什麼毯子跟防潮電 認為大陸不配當一個偉大國家 澳洲則出面雪中送炭 除了採購至少7萬噸的炭煤送到烏克蘭 提供軍事和人道援助 也宣布禁止出口鋁礦給俄羅斯加大抵制力道 美國也呼籲大陸要加入制裁俄羅斯行列 Chaner has to make a decision for themselves about where they want to stand 只是乌俄都还在热战 美中这边就有烧起新的 在波兰的台湾人描述那天同胞从乌克兰撤离来的状况 而政理正是他们第一站落脚处 房间整齐干净 让舟车劳顿的台桥暂时喘口气 平时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卢布林 协助台湾学生留学波兰医学院的林先生 在开战后第一时间马上清点自己手上资源来帮忙 应该是96公里左右而已 所以或许有蛮多台湾人 撤桥专车一共三班 开战后几天26号和3月初 协助载运了不少台湾人从乌克兰逃到波兰 路途遥远车子一搭就是大半天 这时有人愿意提供休息地很重要 不止有地方睡还有满满台湾味 大火翻炒米饭地地分明 台式炒饭在这里也吃得到 热腾腾的牛肉面也没少 饭后还能来杯真乃之客 长路跋涉好几百公里 终局从乌克兰逃到波兰经典 旅屋台人看到满桌的家商菜 想必暖心又暖胃 台湾的人情味在此时更显珍贵 TVB的讯文宏夫 阿刘天亭波兰长报道 飘摇旋转这曼妙舞姿 再也没机会出现在舞台上 乌克兰国家歌剧院 芭蕾舞巨星达西星 2月26号在基辅遭到俄军开枪击毙 虽然紧急送一抢救 但经过三中的治疗 还是回天法术 让乌克兰痛失首席舞者 舞蹈界的朋友 想起跟他的回忆 也是万般不舍 想起跟达西星 曾经在基辅一起练舞 怎么也想不到 再也见不到老朋友 一样也是乌克兰的舞者 就指出现况很不真实 要开车逃难 躲避俄国攻击 乌克兰芭蕾巨星过世的消息曝光之后 就连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前艺术总监拉特曼斯基也发文哀悼 对于达西星死于俄军枪火之下表示非常愤怒 也对他的死讯难以忍受 还说他是一名美丽的舞者深受同事们喜爱 几位国际舞者都舍不得巨星陨落 一同发起募款活动 来自各国的芭蕾舞者包括俄罗斯以及乌克兰19号在英国伦敦参加募款表演 门票不到48小时就抢完 也为乌克兰募款活动增加至少184500美元的资金 希望能帮助乌克兰挺过难关 大批乌克兰难民开车逃到临近国家 不少人抵达摩尔多瓦 但天气冷加上强风 难民急着把双手靠近暖炉 索性有热影和毛毯让他们取暖 当地居民出动帮忙搜集树枝 毕竟来了这么多难民 得要有够多柴火才能让他们度过寒冬 另外也有乌克兰人 先前才因为新冠疫情逃离中国大陆武汉回乌克兰 现在又因为战争逃到德国 搭了六列火车还有转乘巴士 花四天才抵达 当时光等火车就花了九个小时 难民潮引发人道危机 因为过去十年间 欧洲就已经面临难民危机 过去七年来 地中海地区也已经收容超过两百万名难民 现在乌俄战争情况只会更糟 在波兰的剧院里也聚集了不少人 天真孩子说 躲在波兰剧院不会听到空袭声 感觉很安全 根据联合国估计 乌克兰超过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将近有一千万人 逃离家园或离开国家 至于留下来的人只能够想办法活命 乌克兰基辅地铁仍然维持行驶 民众在城市里还是能够移动 但车站成了避难所 不少人干脆睡在里头 希望趁到战争停止 能够离开地底重回家园 TVBS新闻综合报道